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疫苗多可怕 医护人员说补贴300元都不打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直升TV 我是元成 今天是美东时间4月10号星期六 来关注一组热点新闻 美国国务院4月9号公布了美国行政部门机构与台湾同行互动的最新指南 放宽几十年来阻碍美国和台湾外交官会面的限制 美国国会去年12月通过了台湾保证法 要求国务院在180天内审查美国对台指南 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 新指南将使美国官员能够更自由地和台湾官员会面 包括可以在联邦政府办公室 以及美国各地事实上的台湾使领馆等 此外 还有一个大的变化 美国官员可以在双向缘参加活动 在40年前 美国把中国外交主权从台北转到北京之前 双向缘一直是中华民国的大使官邸 据报道 新指南是白宫旨在遏制北京在这个地区加剧侵略的最新举措 北京近几个月来在台湾区域加强了军事威胁姿态 美国军方和文职官员对北京开始入侵台湾的企图表示担忧 金融时报称 有迹象表明 拜登对台湾将采取比奥巴马时期更宽松的做法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提名听证会上说 他希望为美国和台湾官员之间的接触创造更多空间 全球芯片短缺问题严重 美国为强化半导体科技供应链 白宫将在4月12号召开半导体和供应链执行长峰会 台积电也在受邀之列 据中央社报道 白宫9号宣布 峰会将由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 白宫经济顾问迪斯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共同主持 会议将讨论美国就业计划 及强化半导体和其他关键领域的美国供应链弹性 受邀出席这项会议的企业 除了台积电之外 还包括三星 格罗芳德 英特尔等全球主要半导体和科技大厂 至于有哪一位高层主管代表参加 台积电暂时没有透露 但近来台积电也收到一些质疑的声音 美国近日宣布把中国七家企业列入黑名单 因为他们涉嫌通过超级电脑 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其中一家天津飞腾公司 中共军方正在使用它设计的超级电脑运算 模拟高超音速导弹穿越大气层时的高热和阻力 按照前美方官员和分析家的说法 中国会使用这种导弹对付美国航舰或台湾 但这家飞腾却被怀疑是台湾世新电子的客户 而他们提供给中国军方使用的芯片 竟是台积电制造的 台湾立法委员高洪安 在九四要客诉节目中澄清 飞腾欺骗台湾世新 说芯片是用来做商业电脑 台积电和世新对天津飞腾 与中共军方有合作不知情 因此被无辜牵连 因此外界呼吁台积电当机立断 跟中共有关公司划清界限 寄脸书日前爆出5亿多用户个人资料外泄后 微软旗下的社群网站平台领英LinkedIn 也被爆出5亿名用户的公开资料 包含用户的ID、姓名、电子邮箱、电话号码、工作单位等 被人恶意放到黑客论坛上拍卖 这些人还附上200万个记录 证明这些个人资料是真实的 据了解 这次影响涉及的领英用户高达三分之二 领英8号发表官方声明承认 的确有会员资料被拿去拍卖 但辩解说 那些数据是由很多网站和公司汇集而成 包括用户在领英公开让大家检视的个人资料 领英否认说 这不算资料外泄事件 因为没有发现私密账户数据被外泄 不过任意抓取或滥用会员数据都违反服务条款 仍会彻查黑客违反平台政策的行为 并追究法律责任 之前 脸书用户个人资料外泄 被张贴在外国黑客论坛上 范围涵盖106个国家或地区 也同样涉及5亿多的用户 美国最高法院在9号以5比4的结果 判定加州政府违宪 推翻了州长纽森以疫情为由 对家庭聚会举行宗教信仰祈祷活动实施限制的命令 高院裁决指出 在限制宗教聚会之前 政府必须证明这些聚会构成的危险性 比一般的社会活动 比如购物、看电影等还要大 否则的话 适用于其他活动的防范措施 也同样适用于宗教活动 裁决认为 加州在对待一些世俗活动的限制 比在家进行宗教活动更宽松 例如在发廊、零售店、个人护理服务、电影院、体育赛事 和音乐会的私人包厢 以及餐厅室内用餐等活动中 允许三个人以上的家庭聚会 福克斯新闻报道 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 也在支持加州政府限令的一方 却没有在其他三位同样支持的法官的声明中签字 另外三位支持加州限令的法官是 卡根、索托马约尔和布雷耶 福克斯新闻报道说 这是宗教信仰权利的胜利 但左派媒体《纽约时报》 却对高院的判决感到沮丧 《纽约时报》报道说 这起诉讼是由圣克拉拉县的居民提起的 他们在家中举行宗教集会 并声称加州政府这些限制 侵犯了他们的宪法权利 早前 联邦法官裁定驳回诉讼 旧金山第九巡回法院维持原判 但最后被最高法院推翻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丈夫 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 4月9号去世 当天 川普总统发文致哀 他在声明中表示 与夫人梅拉尼亚一起 向女王挤整个皇室 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他赞扬菲利普亲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以英国海军军官的身份为英国服务 称赞像他那一代人中的很多人 在国家危难的时刻 为上帝 为国家 为自由和自治的价值观而现身 而这些价值观 永远把美国和英国团结在一起 一向崇尚传统的川普 还称赞英国在君主之下 体现和继承了传统的美德 在目前席卷全世界的黑命贵运动中 英国皇室也成为左派攻击的目标 被指责为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 川普2019年6月在总统任期中 应邀访问韩国 应邀访问英国 受到伊丽莎白女王和英国王室的隆重款待 她胜在伊丽莎白二世是伟大的女性 是英国国家尊严的象征 中共官员全力游说民众接种疫苗 各地更是推出五花八门的强制措施 但很多民众仍然拒绝接种 有医护人员透露 他们打疫苗后 医院补贴300元 但他们怕成为试验品 所以不敢打 据中共官方的数据 截止到本周 中国注射疫苗的人数约1.5亿剂 仅10%的接种率 大部分接种者是普通民众 远不如预期 为了提高疫苗接种率 各地中共官员对民众软硬兼施 除了送鸡蛋 送消费券等进行诱惑外 很多地方还推出了五花八门的强制措施 网上流传 海南省万宁十万城镇疫情防控大队 给当地居民发布的通告 列出了五步注意事项 如不接种的话 出行交通没车座 市场 超市 酒店难进入 餐饮 酒店 商超等服务行业不得营业 不得享受政府优惠政策 以及今后子女上学 工作 住房报件都受影响等 网上还曝光一份表格显示 辽宁一个地方的65名公务员中 只有三个人接种了国产疫苗 有两人标注已报名 一人标注被孕 其他的都标注患有各种疾病 拒绝接种 网民热议调侃 原来公务员都有病啊 看来基层公务员都知道其中的厉害 也有网民嘲讽 老百姓终于享受疫苗特供了 北京大兴区村民刘女士 对自由亚洲证实 他们村镇的医把手 村长和村书记 包括镇里的官员都不打 却要老百姓打 老百姓成了小白鼠 当官的吃的喝的有特供 疫苗给老百姓特供 不打还不行 背后不知道有什么套路 北京一位离休中共老官员 对大纪元说 自己不愿接种国产疫苗 怕打了以后有不良作用 或者残废啊 或者几天就死了 怕后遗症 不敢打 一般老百姓有这个顾虑 我本人也有这个顾虑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新闻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 订阅 留言 也欢迎您传播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